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历史台 文革博论节目 我们已经停了 漫长时间的徐老师 一个多月 为什么停一个多月呢 很简单 因为武汉那回事 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我们所有的经历在最开始几个星期我们全部都关注武汉那回事 那么现在武汉的事有点巧合了 对呀 这个正好在这个时候昨天呢 习近平先生 去了武汉 然后我们今天呢 又要讲武汉你说巧不巧合 而且这个YouTube里面他有一个AR技术 AR技术说 你只要提武汉这个赞 他就自动不给你广告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弄得不好白做了 当然我们会回到现在申请 说你都给我们广告我们不是谈了个事啊 好玩吗 很巧合 对吧 太巧了 这个徐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文革史家 从人格来讲 他也是我很 学习的榜样 尤其是徐老师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些镜头有一些事情使我 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啊 但是马屁少拍一点啊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很荣幸你能够上这个 这么大家的人物到明镜电视台来 跟我们上这个文革伯伦克 那么今天这个文革伯伦克啊 就是真的巧了 因为讲到武汉 讲到武汉的时候我还真有个小细的经历 就是有一年我就到武汉的这个东湖宾馆 东湖宾馆 在东湖宾馆有人就告诉我这个楼是什么样那个楼是怎么样 我当时糊里糊涂 但是存在到这些故事的我们多少天是听过一些 但是一时就是含糊不清楚 那一次我是为什么在那里去呢 是因为王光阴啊 要把那个光大公司在那里搞一个什么点 然后呢这个时候还进来了一个人皮肤很黑 提一个小黑包那个时候干部都喜欢提一个小黑包 您提过没有 没有 人家提一个小黑包进来了 这个人就是吴光正 武汉市长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啊 讲的是 就是东湖宾馆 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是我看文革历史 这些里面好像少有一个是比较 接近兵变的这么一个故事 可以这么说吗 对我们当初都把它叫做兵变 当初官方跟民间都这么叫 那你今天从头讲起来这个故事 这个 武汉那回事不要提了 但是武汉两个字不得不提 对吧 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就是笼统的制作一些故事 您今天跟我们 比较 清晰的讲一下 我先大体介绍一下 现在说 就是1967年7月20号 7月份的时候 正是 文化大革命 进行的入火入土 轰轰烈烈的 全国的这么 向走自派夺权的运动 正在 展开的 非常猛烈 正在突然 形势发生了一个逆转 当初 中国所谓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 到武汉去 视察 要对武汉的运动 要 进行调研 跟发出指示 正在这时候 突然 武汉的当地驻军 跟当地驻军 支持的保守派组织 北万雄司 他们就把 中央的代表 谢富志跟王立扣押了 绑架了 批斗了 而且冲击 毛泽东所在的东府宾馆 已经冲到他的 住所的附近了 那时候是情况是 非常紧急的 这时候 北京的林彪 这些 发生的事情就相当于 几十年以前的 西安 西安事变一样 那时候是 蒋学年把蒋介石 扣进去了 你把西安事变来比较 当初 大家都 这么看的 因为 那士兵差点就 就像抓蒋介石一样 把毛泽东差点就给 抓起来 已经把他的 他的 得力的干将影 抓起来 进行批判 斗争了 王立 王立跟谢富志 谢富志是副总理 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组的 副组长 而且负责公安 中华工作的 对 王立 也是个地位 很高的文化革命小组的 重要的干将 把他们抓起来批判斗争 然后就进行 全市性的大 思维跟大游行 这种思维跟游行 完全是针对毛泽东 跟以毛主席为首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百两车子 其中有100两军车 全副武装的人员占了其中一部分 进行那种游行 就是要 不满意中 中央跟毛泽东 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 这种判断跟做出的决定 那就是要叫中央收回沉密 要改变这种做法 那时候情况紧记得 林彪已经在北京调兵前将 把当地的军队已经是 视为叛军来处理 然后调动真正是 中央毛泽东的 空军 海军 陆军都是另外的部队空降兵 都到那里去准备是对付 叛军 已经到了 到了这 这么年终的地步 最后把 武汉军区的司令院跟政委 到北京去批斗了一顿 在北京举行的那种粉碎反革命暴乱的 这种 游行示威的大会 闹得 很厉害最后 好像是结局就是 评判终于成功了 所以 武汉军区重新改组 闹得很厉害 当然这件事 陈在道和 中 中汉华 中汉华都下台了吗 武汉部队的司令员是陈在道 政委是中汉华 他们下台武汉军区党委跟 整个军区司令部全部改组 整个班子大换班 最后是 以粉碎了一场反革命军 兵变为这种口号来来结束这场斗争的 然后毛泽东就 非常匆忙的 逃到了上海 逃到了上海 我当初文化革命已经年龄比较大 我看当初的传那写的时候 毛泽东 穿着睡衣 惨狂出逃的 我估计 时间也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当初 传的就这么厉害 跟那 蒋介石呢 在西安事变的 情况也差不了太多 最后这件事 当然 最后发生的事情 也很戏剧性 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对这件事又进行了频繁 整个大体的框架就这样我们可以细谈 OK 那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都好玩了 但是我就开始这个事情我有所还你 因为我当时就有所还你我觉得 虽然抓王力和卸货制已经很近了对不对你毛泽东的这个房子永远就在一个院子里面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会感动毛泽东吗那么真的有那么大的胆量把毛泽东给拉下吗 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问题我仔细研究过 第一呢我觉得整个部队包括 陈在道跟中汉华应该还是 忠于毛泽东不敢 动手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手下的一些司长这些说话已经是明明明明确的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事情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泽东住在哪他们 最后冲到东府宾馆离毛泽东很近但是也不知道在哪 但是当初 警卫毛泽东的跋山事业部队已经准备了火力了 把那个密码都销毁了 王东兴准备销毁 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说如果他们重到房间里来的 进进房之前 要把密码销毁要把密码机 存到东府里面去 这些部署都做了就可见实际上还是 真正当成是一层 兵片在做的 其中有些 10亿级的干部 完全知道他们针对的是毛泽东 他们说话不说毛泽东说的是那个有用的老头 因为毛泽东他这次要到 横渡长江 这是他的壮举嘛 就说的是这个人 时间都说的 说得很清楚了 OK 那这个那些司长后来被处理了吗 司长这些要处理得重一些 那就是真的是就是比较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 巴尔 巴尔东亚部队他们是 带头的 绑架跟抓捕谢夫子跟王力 后来又 做了很多部署要跟中央对抗的 在大街上架着 极枪游行 示威 向中央 示威的人 都是巴尔东亚部 以他们为主的部队 那些人是做了处理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毛泽东和武汉的关系啊 我们有几个东西啊 毛泽东写诗词提到武汉又是武昌瑜 对吧 然后毛泽东在长江里面表现那种 那种 那种 什么 就是身体很健康 然后来示威现实的这个几十年以后 江泽民跑到夏威夷 专门中央 你记得这个事吗 知道知道 就是这怎么回事他跟武汉的这个情 这个这个 武汉其实是跟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 这种经历有不解之缘 有人做了一个评价 文化革命其实在中国有三个地方是 举足轻重的 第一当然是北京的北京是文革的法源地跟动力的中心 第二就是上海上海有张春桥姚文元在那里 第一张 篇重要的文章也是在那里写的 很多样板也是上海提供 第三就是 武汉 如果说中国有三个城市的话 武汉也能够排上是对文化革命起重要作用的 其实他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间 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他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的中 现在也把它叫做九省通渠 他是一个 魂冠南北中西的一个 要道 而且他的那种 革命的传统 也是非常强的 武汉人 这次大家也能看出来 表现出来 是非常倔的 他做事情是 是做的比较 决绝的 比较做事情都是很坚决 甚至是比较极端的 所以他 他那里演出的政治戏剧 比一般都是 有声有色是比较好看的 这个武汉的作家胡花云 接受明镜的采访做了两期节目 他就讲到了他们武汉人的这种特别的 人文的精神 历史的这种记忆 彪悍的这种族风 那么老毛这个跟武汉的这个关系啊 我已经忘记很多资料了 但是我知道早一段时间有一个叫何长公 何长公的一个 这个孙子的 这个媳妇吗 不知是在闹上吗 你记得那个上吗 那个事情里面其中就讲到了 我家里的爷爷 没有我爷爷就没有姓中国 那么其中啊 何长公啊 原来不叫何长公 叫何生 那么是湖南华英人 他那就到了这个 武汉 在武汉的时候老毛把他名字改成叫何长公 后来何长公 就是参加所谓的这个 这个 秋朔情义吧好像是然后上这个井冈山 在韶关找到了朱德 然后所谓的 居毛汇尸 再找到了两个人的土匪 那个 元和王吧 两个土匪在一起定立了这个井冈山所以那个女孩子也没有说错 那么这个 武汉其实最近还有一个人叫向金鱼 对对对对 向金鱼是这个 在武汉的龟山 有一个这个 这个他的林墨 我那个时候去黄河楼的时候啊 看到这个 对面有座山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向金鱼的墨 那可见向金鱼当时很重要啊 他本来 中共当时就是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因为他犯了作风错误 所以把他 贬到了 湖北 结果在湖北的时候被杀害了 那么年年很小 但是年轻的一代人对向金鱼非常不熟悉 最近的时代周刊 就是刚刚的时代周刊 3月8号这一个星期 把他列为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女性之一 白位 这个地位之高我都很吃惊 所以昨天晚上我跟这个会员们呢 网友们观众们还讨论半天 湘景鱼 那您再讲一讲就是老毛这个在武汉的这个武昌鱼和游戎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记得吗 那我们已经学过他的诗词就是 才饮常见谁又是武昌鱼 现在都能背下来 他经常出 在全国出巡 但是他经常 最爱去的地方是 自一就是武汉 他对武汉是情有独钟的 老毛写诗啊其实有一点像打油诗的味道啊很宁愿记忆 老百姓很宁愿 很宁愿流传 你看现在江泽民搞什么东西,习近平搞什么东西,胡锦涛搞什么东西回到这忘记了 但是老毛那个东西我们还老是记得去 住,对不对 这倒是这倒是 他的诗词当然 现在的人没法比 当然也 在我看来也跟 历史上的大家是完全不能提的 那是不是吹捧得太厉害 其实很多诗词啊 仔细看一看 古代诗词里面他找到 找到影子 太多了太多了 他就把古译给倒一下 用一下 因为诗词到了唐 唐诗上 剩的几代诗诗已经写光了 也就那么坏杀了对不对 但他毕竟他 至少他也知道他也到的 还是很 很同胜的 这还是比 现在的这些领袖人物的才能还是要高很多 对 不过他旁边的几个是才子嘛 胡销木啊 这个 陈白达呀 哪里像现在 现在的这个领导旁边哪里有才子 对不对 不一样 那我们这还是回到这个武汉的这个现场 当时候 毛泽东为什么去武汉 为什么当时候的这些年轻人啊 这些造反派 百万行尸 对吧 要去 居然要目标对准那个老头 怎么回事 当初的形式是 毛泽东想在1967年的中 年中的时候解决 中国的中原几个重要省份的文化革命的形式 包括 湖北湖南跟 河南 这几个省份 在这几个省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 年初的时候 春季 冬春季的时候 二月正反的时候这军区都是镇压的造反派 镇压的很厉害的 毛泽东要叫他们转弯 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里面就在 这几个地方的军区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的 要叫他们转过来从直持 保守派 变成直持造反派 就要到那去进行一个 抢心的 说服动员工作要叫他们 转弯 然后他就 本来是武汉军区中汉华跟 承载道要到北京去汇报 当地的文化革命形势跟工作的 中文来就传达毛的命令说 你用不着来了 毛主席要亲自 来巡视 当地解决问题 就是毛泽东准备下很大的功夫 在当地把问题彻底的解决好 但他这个判断 到了武汉以后就 通过周恩来传达下去 他的中央整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第一是 在二月正反的时候 当地的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镇压了造反派 支持了保守派 现在应该 转过来 要促进 造反派要得势以后要进行 这种 夺权的斗争 这种说法就是 使得武汉军区他就 就非常愤怒 要让他们说自己前一阶段的工作是一个彻底的 方向路线的错误 而且还要像 被抓的造反派 还要把他们放出来 当初居然到了 7月份的时候居然还没有放出来 要放人 要陪你道歉 要认错 要把自己 支持的 权益权益 支持的这一派说成是 犯了错误的 右派 把自己打 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说成是革命的左派 这些他们是坚决不干的 他们认为是中央受了蒙蔽 他们要 距离力争 当然毛毛泽东本来是 是叫叫他们转向 他们当然 当然就不转向 这就顶在那里 他们呢 公开也不好说是 抗拒毛泽东的指示 就这种东西是 谢富志跟王力 自己搞的 就 借打王力跟谢富志来影射 毛泽东 用这种办法来做 然后 武汉人真是很凶悍的 因为王力跟 谢富志是有很正规的名头 他们是 中央的代表 代表中央去 在全国国际巡视文化大革命 要对当地的文化革命做出判断跟做出指示的 把他们抓起来 斗争 要叫他们 他们在当地也说了很多 军区犯错误啊 支持了 支持保守派的话 要叫他们 重新改口 要另外 另外锁一套 当然王力跟谢富志还是表现得很 坚定了 他们也没有干 最后把王力 王力已经给弄伤了 搞得挺惨的 最后他回到北京的时候都是给人 好像是被打得很厉害 他自己 逃窜的时候摔伤的 打也打得很厉害 打呢是 是受了皮肉之苦 但是受伤是自己 跑的逃逃跑的时候 从武汉军区逃出去的时候 被一些指使他的部队的人 我 劫印着就 趁夜跑出去的时候 路上受了伤 当时回北京的时候那是非常光荣的 是 弄着丹家坐着轮椅 在北京机场走走一圈 最后他们到北京 那种 正是真是粉碎了一场反革命 军事政变的那种 那种感觉 那林彪 很少出面的 到天安门广场去迎接他 周恩来跟 周恩来跟江青 一左一右的 残扶着王力这个小 小官 残扶着 扰昌益州 这么走 胡的口号就是将去粉碎 粉碎了反革命 政变 兵变 那个时候几十年以后 王力的回忆录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版 出版之前 就有一道只经过了我的手 当时我就 白不敢交集 我都没想到 哇王力这个人 后面还写一本回忆录 还怎么怎么样 但是王力好像没有风光几天 对吧 这跟 武汉在720事件也有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照道理王力那时候是入日中天 那炙手可热的 你想 林彪专门为他在 在天安门着急那种 几十万人的大会是 英雄归来的这种称呼 去欢迎他 在天安门照相的时候一边是周恩来一边是林彪 他在门里上坐在正中间 到了这种地步 然后 完全口口声都 都是说的是 英雄归来 但没过几天 他就下台了 对呀 不是他好像住秦城了吗 他一直 关秦城关十几年 但是就是他 他最入日中 中天 720回来 他到了7 7月26号 天安门 在北京举行 在欢迎他的大会嘛 到了8月 8月份 8月中旬的时候 他就 下台就关到秦城区了 关了几十年 不光是他关了 后来跟他 一一伙的 王力官方 也给关起来了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很难说 而且当初说的是 粉碎反革命 军事政变 然后 到1967年的8月1号的红旗杂志社论写的东西 都是针对军队 就是要 抓军队的一小撮 抓军队的走出来 题目就是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这句话的分量实现很重要 那意思就是说 枪杆子 我们的军队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上 没有掌握在毛泽东手上 你看都闹出兵变这种事了 说的那么久 但是过了几天 毛泽东就反其道而用之 针对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的句 还我长城 就说你们做的事情是 智慧长城 大家都知道长城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种情况 这是捍卫 中国的长城 毛泽东马上就说了有相反的话 就还我长城 就是你们好像是 重启军队是不对的 这种变化 至今没有一个解释 嗯 实际上我们也了解 陈哲倒不可能就 兵兵毛泽东嘛 对不对 应该不会 不可能 但是呢他也 他当然 应该从 根本上说他是忠实于毛泽东的 但是他做的事情已经除够到一边一般的军事将领 是完全不敢这么做的 对 你想四百两 车子其中包括一百多两军车 架 湖头露面 说得很 有煽动性很精彩的话 这些都是王丽在说 所以王丽想的风头要大一点 但是拍名次还是谢夫子王丽 这么拍的 对 他们 在那时候都是 挠足了这种 政治资本的 这是政治舞台上最最红的两颗心 嗯 那虽然现在模糊糊糊不清楚 那您做了这么多长时间的研究 你看了很多资料 那您认为 从特理的角度来讲 如果没有 还不能下一个完全的结论 那您本身有没有一些想象 有一些推理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应该说 当初像林彪这些想把这件事情引成是这样 引成是军内的派系斗争 后来把矛头 针对 徐向前 因为 承载到那一支部队 从根源上来说是属于 嗯 中共大革命中间属于 张国陶那边的 四方面军 他们就想趁机把这个山头跟 跟拿掉 拿平 所以就搞不光是搞承载到想把四方面军的 军队内的他们的根基给全部挖掉 当然最后这一步是暂时 还是没有做到 我想呢 承载到做这件事他不应该有 叶将英这些老元素来做作为背景 他就是对文化革命不满 就他们 部队兽的教育是那种阶级斗争的教育 就是认为是 支持 造反派是不对的 造反派就是一些 反革命分子 文化革命 趁其着乱的人 就是应该支持保守派 保守派是 老党员老劳母老工人这些特别多的 是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就是对文化革命 非常是不满意 对王立这种觉得 玩笔杆子的一些臭文人 现在那么得势 他们的 地位 在我们 在我们头上罚号施令 这也 非常不舒服 应该是一场军队 军队的 自罚的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 这是我的判断 但是最后为什么 又有一个急转弯 这一个秘乱我觉得 实际上这种反抗的力量很强 毛泽东 虽然表面上 取得了胜利 平行了这场武装兵变 但是他感到反抗的那种势头 跟潜力是 非常之大的 实际上毛泽东做了极大的让步 本来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还应该搞军内的文化革命 要求军内的一小撮 求军内的走支派 要求军内的很多人 比方 将军 老帅这些要打到 打到一大批 但是毛泽东这人比现在领导人可能跟政治上更 更有洞察力 他虽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在胜利中间 他看到了对方的力量之大 对文化革命的那种愤恨跟震恨的力量之强 所以他做了大幅度的任务 结果对军内做了任务 你如果真正是发动一场军兵变的话 中央文件都这么写的 那这些人当然应该 一大批军事将领应该是军法从事嘛 只是把司令跟政委 仅仅是撤职 对呀 就后来处理得很轻 这个就是逻辑上不同 这点就不同 我觉得唯一的我的解释就是 毛泽东赶到了军队的那种反抗的力量 实际上 这次已经出路 投降了 如果在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政委一定要搞下去的话 他恐怕他的位子都会不保 他对军队的那种 奉恨跟力量我觉得他也非常敏感的 还没有展现出来他就 防患于未然了 所以他对军内战部反而把 720事件的英雄人物给 给投到秦城大牢里去了 我来看毛泽东和他那个统一队的人 和现在我认为是完全不在一个比较的价值上 因为那个时候的 什么司令员啊 将军啊 元帅啊 或者是政委啊 他们都是有革命的历史 有很多人是地方的游击队 或者是有些人在党内曾经是有非常高的地位 有些人是在共产国际有地位 有关系 对吧 有的人是拉帮结婚很多年 有的人就是城市的土匪 不管怎么样 咱们革命成功了 把你封城这个把你封城那个 有的人就觉得不满 对吧 我本身应该是元帅为什么他是元帅啊 为什么是陈宁是元帅啊 对不对 我是什么这个 少将为什么他是中将啊 那个军队其实是 非常的混乱 那么老毛的这个威望虽然表面上造就了但是格子不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而且在军队里面嘛 他真的就认为我是四爷的 我就不管你这个怎么样你就是我的旗帜 对吧 一二三爷四爷我跟一些老同事谈过他们真的就是 就是一个任这个 这个派系的非常清晰 派系邻里 执政派系 对 唐先生说话就三头我是哪一个三头的 对 那就是水府就这么来的吗 对不对就是这么这个 梁三伯就是这么回事 共产革命 跟历代的改叉换来 玩鸡呀 就是一帮农民 对不对 打江山做江山 对不对 那么 但是今天就不一样 今天这帮所谓的将军啦 什么什么这个 一个一个都是泡 纯粹的吹牛排马上来的 没有什么军队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派系 因为早就把你斩掉了 嗯 现在住在一个院子里面 司令员和政委都不敢讲话 对不对 根本不敢串门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革命起来的对不对 这个这个我们一起在哪个哪个三头里面出来的 那我们当然是兄弟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就是我的老大嘛 就是这样一点镜头现在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今天的军事的状况和当年老毛的军事状况不同 我认为老毛那个时候真有威胁 我一直认为他真有威胁 嗯 您觉得呢 那当然是呢 我觉得在 武汉就差一点 他就 犯船了 变成 西安事变的蒋介石了 对呀 对呀 也差的不多 他到 他逃到上海去 其实 虽然不是传着 像我看到的传单写的 传着睡衣就 充满 传着睡衣 其实脱下 这么跑去的 但是也是非常危险 因为 毛泽东在这之前已经离世 他出 出巡不坐飞机 对呀 都是坐火车嘛 只坐火车那一次他是坐坐飞机 飞机飞到 飞 飞上 飞机起飞的时候 驾驶员问飞到哪去他他不说 那惊魂到那种地 他上去了再说 哈哈哈 是非常紧 紧张的 但是当时候的空军指挥还是 周恩来嘛 对对对 嗯对对对 周恩来当当初 720事件出事以后 周恩来从北京 飞到 武汉去 云州毛泽东 飞到那王家敦机场下不去呀 下面全是那 承载道方面的人 空军部队跟陆军部队 端着全在那里 示威 周恩来下不了飞机 后来飞到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小机场 另外一个机场才 才下去的 这说明 当初的形势 跟兵变 虽然 不是完全的兵变 也那种 危机的形势 也差不了太多 那种 尤其那种气氛 那我们知道 湖北 武汉 跟这个 林彪 很有约云 他不是湖北人吗 而且湖北出了这么多土匪 这么多将军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里面有 林彪有没有什么角色 这 林彪 开始 应该没有 但是后面 720事件 出了以后 林彪起的作用就很大了 林彪最大的作用就是想 传 另外的山头 李山头的重要将领出了事以后 那我就抓住这一点 他就想穷追猛打 他想搞到底 他想 所以他就在 把这件事搞大 所以他在这个 天安门广场 捧这个王力 就是 老毛一看 哇 你小子原来是要令这个事情搞大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 老毛后来收手的原因之一 因为老毛一方面 这我还没想到现在 听你说起来是有道理的 因为把这件事调门身高跟做大 其实 林彪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武汉720事件以后林彪在北京开了一会定性 就定的是 反革命暴乱 就是林彪定的 照道理 实际上毛泽东没有照这调子处理 因为如果定成反革命暴乱的话军队不知道要 要清洗掉多少人不知道要哪些山头又要被闯平 结果 好像毛泽东 急刹车就没这么做 对 对陈在道跟中看华也是网开一面 就仅仅是撤职也没出 照道理层军事政变的头领 砍头的 军阀从事嘛 结果一个都没有这样做 对 因为老毛就在玩这个 恐怖平衡 这个恐怖平衡就是 我建议要把 林彪抬出来 给你灭掉了 另外一些势力 但是反过来讲呢 我也不能让你林彪的称子机会做大 就是就是 就那么简单 他甚至还要有 获得或者保留其他势力来签止林彪 因为当皇帝就是看了些古书的不就是资质通鉴就是这样吗 你们个人 当初林彪的动作也是 挺大的,陆海空三军 做了部署就是对付当地的武汉军区 那东海舰队 舰队从原则长江,惊慌武汉长江那叫 过去然后发表声明 从当地的 当地的武汉军区的部队不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进行了反革命军事政变 弄了很多军队 是从 广州有调动 陆军海军空军空将军这些全出动了 这些动作我相信都是林彪大招神势把事情 要把对方真正 做事要搞成是一个反革命军事政变 那不几乎跟西洋士兵一样吗 西洋士兵这个 和什么东西啊 霍英卿 霍英卿也想讨伐 跟林彪也想讨伐一样 对啊 因为谁都知道讨伐就把这个事情搞得弄得不好 讲的命的保不了 这场是特别像 特别像西洋士兵 西洋士兵那宋青林要去求和英卿 想想办法 这边是江青在 北京听到这件事 急坏了 哭哭啼啼 一定要叫 林彪 要求林彪跟叶群 亲自到武汉去 拿平这件事 就当毛泽东 还没 还没脱离险境的时候 这些情况跟 跟西洋事变完全是真是好友一比 对他们因为看来都是自知同见 对 那您知道 周恩来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呢 周恩来实际上他在这件事里面 周恩来是相当得分的 周恩来表现出在大风大浪中间 坚定不移的站在毛泽东这边 其实这件事周恩来起的作用也很大 因为 他激起了武汉 军区的官兵的强力的不满 就是周恩来在7月18号 720政变 720事件前两天 他正式开了一个会 就是在 武汉军区党委的扩大会议 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 极点精神 但这极点精神是毛泽东也同一的 但是是周恩来传达出来的 就是 第一是武汉军区 执着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他支持的是保守派 镇压的是革命派 他要成错误做了很多 以至于 那 承载道 承载道当然也值个很老的 对周恩来说 你说这句话 要毛泽东说的 我就信 你说出来是 我就不信的 周恩来就说 你不听 你敢不听 中央的话吗 承载道 居然看当面顶 你说 你那东西我还不知道吗 你算什么东西 那意思就是 你其实在党史中间 你在路线中间 你是犯个错误的 你是 在我面前 你是一点服众的 你都是 都是没有的 对 其实顶船的 直接顶船的就是 周恩来 我这里手里还有一份文件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 武汉军区公告 你还记得这份文件吗 记得 这个公告实际上是 中央写来让 武汉军区 用他们名义 发布的 那说得很厉害 把自己的 行为说成是 叛乱 嗯 嗯 对呀 陈哲道 对上是抵制毛主席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的领导 对下是牙齿打击群众 长期顽固的坚持错误 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 反党中央 反中央军委 反中央文革的 720叛兵事件 对对 陈哲道 在在南朝 我们坚决支持 坚决成 承得到划情界限 对吧 等等等等 就是 这么高的 这个调子搞到后面就是不了了之 这个调子 虽然很高 实际上是给了承载到一个下台的机会 嗯 你看说到这么厉害 真正的处分跟这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次中央同意说他们做的检讨很好 然后就拉倒了 嗯 就实际上就是 但是你说老毛是不是也够厉害的 他感觉这么放出来 然后又感觉收 收掉 就说明实际上毛泽东还是对局势 控制能力还是挺强的 嗯 他的强也包括他 时当的时候 直男而退 做做时当的让步 他他绝不是蛮干的 毛泽东的高明跟有 在党党政军有控制力 包括他是 在恰当的时候 他该让步的时候 他是做了很大的 像720事件最后处理 做的让步是 非常之大的 完全 出乎人的意料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他敢于去武汉 也收取了他的这个形象 因为 独裁者他往往是英雄 他不是英雄他成为了独裁者 对不对 所以他经常要做一些举动出来 让大家觉得 哇 这个家伙 高 高厉害的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贵国的领袖这个习近平就搞的 这个如果现在武汉情况还很糟糕他去 我们觉得真是个难啊 你去了以后情况已经好了 那你去不去 无所谓了嘛 所以 昨天我跟网友聊天我差点讲 觉得其实不应该去了 不去还更好 对不对 这个事情 基于功劳是这个生存难的 是这个 李克强的 你就让他们享受荣耀嘛 对不对 你还可以高高在上吗 他不行 这个组长要李克强当 然后自己还去折这个头子 有一点点这个 过了对吧 但是武汉人很倔强 我我相信武汉人不认这一套 不认 不感恩 所以那个王正林说要大家感恩习近平结果 闹成一个巨大的风波 居民就把他收回去了 那你不知道这也是习近平 感知是 也妥协了吗 那当然了如果跟当年相比的话如果当年存在到他们 敢于支持的话那 真正的名副歧视的兵变完全是有可能的 武汉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嗯 你也是武汉人吗 我不是 你又是湖北人吗 四川人 不是你是不是移民过去的哪里是什么四川人 左左队队 福管台四川天高区 对呀我就追究你的后代你交代一下嘛 你是 真的老家是哪里 就是湖北 对呀我就记得你是的嘛 你还刚才不想承认 哈哈哈哈 你因为担心 今天我不是湖北人 今天我是四川人 那对这个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看法 还有什么整件我没有提到的 这件事我觉得如果我们真要理解它的话 放大一个大环境 武汉 720事件事件是整个文化革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应该看到这点 它是这个事件发展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它使得文化革命改变了方向 毛泽东本来想一起合成打倒了 文化界 最后打倒了政界的 走职派以后就实现是他想 做对 军内的走职派要进行处理的 720事件事件他赶 他赶到了军内的那种抵抗跟那种分量以后 他实现收手了 文化革命形势应该说是 急转直下了 从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架子 变成毛泽东说的是还我长城 从这种魅力来看 武汉事件的意义 才能看得更清楚 好,我们今天节目是在一起直播的方式 那么直播的方式的有一些观众啊 有人说,徐老师好,我学生的时候就听过你的讲座 打卡 还有人说,你们这个历史台怎么不能打赏啊 他的意思就一看到徐老师来了 给我们打赏 结果我们历史台啊 现在在24000个订付 我们订付不高 所以呢就是 YouTube台要达到一点的数量以后再给你批准 所以我们的网友,我们的观众啊 这个麻烦你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这个有足够的订付的话 我们跟YouTube去谈 能不能可以打赏 因为历史台 生存也很不营业 生存也很不营业 但是历史的问题是 思考中国问题里面的一个必要的基础 所以很多人在思考中国前途的时候 思考问题的时候 往往跟历史的事情采在一起 那么这一期你还有什么话讲 没有了 没有OK我再看看我们的观众啊 这个新歌想打赏 弹材想打赏 历史台要好好的办 新歌有点像老毛讲话一样的 中国的历史除了标顶或极其他都是假的 还有一点是在国内 中国国内现在是零声 40多钟 说半夜起来被明镜的节目唤醒了 来听你的节目 然后新歌就说 周恩来是近一百年的最大的伪君子 经营陛下的约布纯 中共党员周恩来 你觉得周恩来是最大的伪君子吗 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大概可以同意啊 大概可以同意 新歌在吧 我已经 这个请徐老师回答你的问题了啊 然后 淡茶就是喜欢听你的节目的人在中国他就说老毛就是个土匪 投资 不仅是老毛 他们那批人都一样 本质上是土匪投资,但是他的逃劣还是 是第1流的 对,我看你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佩服他 你是不是也有一点 坚皮般他 没有没有没有,一般中国人有那种 毛泽东的这种英雄情形,我我丝毫没有 但是你赞扬他的,但是你像一个学者 我认为你像一个学者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还是认为他的全数很厉害 从这 说的 很准确 我确实认为他的全数是第1流 而且很多人是望尘莫及的 但是我这是一个负面评价 就是一个人的绝对值很高 但是他是 分数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其实不需要加也没关系 我基本上看这个老外写文章啊 他们经常会喜欢用反讽 用赞美的语言 实际上是他的讽刺的目的 我一个人杀人杀得很 很高明跟很厉害 这应该不是赞扬 当然不是赞扬 只是用那个赞扬来更进一步这个否定他而已 好了,我们今天是谈的文革博论第15集 我们第16集的是谈清华大学 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我们把它录制起来下一次播放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特别感谢我们这些会员 不是会员 感谢我们的观众,如此地关爱我们这个小小的历史频道 但是希望大家点赞 成为我们的定服 而且介绍别的网友来成为我们的定服 让我们的明镜历史台可以生生下去 OK 这一次感谢许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我们的观众,再见 以后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互动 再见 ba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